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雷隊友系列 這次第二集要帶大家來看到 還有哪些雷隊友秀下線 可以秀到什麼樣的程度 本集依舊有許多爆笑鏡頭 不會讓大家失望 趕緊來看看吧 在拳擊場上比的不只是拳法 還比誰的霸氣比較強 凶到連對手的教練都敢打 當然對手也是怕你三分 但是不知道胸過了頭 還是自己的教練跟對方的教練長太像 回過頭來竟然六親不認 直接往自己人的臉上打下去 這大概就是俗話說的 少到紅台妹吧 緊接著看到足球場上慘不忍睹的畫面 這位身穿紅色球衣的球員 像是屁股裝了火箭一樣加速度回防 結果不僅沒籃到球 讓對手攻門成功 自己還撞上了門柱 而且還是用最痛的方式 出球的還有這位美式足球巨星 Odo Beckham Jr. 身為隊上的明星球員 時常會被對手多加關照 但是連裁判都不站在他這邊時 性情中人的Beckham Jr. 當然要好好發洩一下 只不過好像連場編的器材都在跟他作對 這也讓Beckham Jr.氣到完全爆發 最後來看看專情的陽機球迷 要讓女友留下這輩子難忘的紀念 但就在這個浪漫的時刻 卻犯下全天下男人都不該犯的錯誤 那就是消失的戒指 在場上的所有人急忙在地上展開 地毯式的搜索 看著這一群人在瞎忙的畫面 真的非常逗趣 還好瞎忙還是有用的 最後戒指成功找到 祝這對有情人終成眷屬囉 這次介紹四位你覺得哪位最逗趣呢 歡迎在留言區留言 我的雷隊友 我們下期見 拜拜